其实我有在一间美容院 接受一个治疗 刚开始那个疗程 是可以解决表面上的问题 可是到最后就会发觉 疗程之后 希望同样的问题还是会出现 然后对方也没有说帮我解决 只是不停叫我加大那个套件的数据 然后就是重复那几年的疗程而已 到最后我就直接停止了那个套件 所以我在那个美容院 也是用了十多钱 可是没有我要的那个效果 小蜜是朋友介绍的 然后自己也有去了解 就觉得可以再try一下 因为我要结婚了 所以就要保养 所以我有去跟VC有沟通有了解 所以我就决定签这个套件 因为我相信他们专业的知识 我结婚到我签套件大概四个月的时间 这个trainment呢 之后我就觉得我的皮肤 它那个红就开始减少了 因为以前我的皮肤是红红的 就是关东人这样子 只要是拍照 就会看到我整个脸都是红红的 就人家就以为我是最久啊 比如说 你做了这个trainment 当做了这个trainment就发觉 我的那个红印开始减少了 我也比较有自信跟朋友合照 就是说一定要画了抓 还是有做一些那些photo的edit才pose上话这样子 在我亲戚的印象中我都是圆圆胖胖的那个脸 就会他们就很喜欢捏我的脸 可是当那天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他们都是很surprise 就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脸这样子 就会问我去哪里做那个package 我也是有介绍他们的 我会必须承许的package 然后我也会try他其他的那个service 因为他们都是专业的 然后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把他们所学的东西都很详细的介绍给客户 就你会很放心的把自己交给他们